好了 不差再 正正經經去介紹一下 Walker很開心地在日本游役 下個星期都未知會不會回到 未呀 應該未 好像在日本流浪和兩夫妻 所以今次要介紹的DACON 出帶角了 DA94 看到本身的BOX 一貫用帶角造型的黑底和紫色做陪親 後面有所有不同的形態 當然每一次都會跟兩本說明書 因為有一本是簡單介紹本身的機體或角色的特性 另一本是真正正正介紹它的玩法 但我自己很喜歡的故事性 而且就著DACON在帶角方面的產品 和正義方面少很多 看到本身有介紹它的工具 當然玩DACON的 其實Walker最精彩的是 隨時可以在桌上拿不同的造型 一次過就可以再加上它一些很獨特的創意和玩法 所以今次我只可以很正經地介紹它的本體 好了 見到 今次這一個94 它其實都是用了一貫的帶角的黑色紫色紅色造型 可以配襯之前推出過的任何產品 究竟有什麼玩法呢 剛剛拿上手而已 所以絕對沒有任何補充可說 當然 主體的機械人其實已經可以就這樣拿出來玩 雖然是有少許豬魚的感覺 但是 都是玩這些 麻雀衰少 五臟俱全 那些可動 其實都是 全部都水準以上 後面有一些插位 究竟有什麼作用呢 轉頭說 但是這隻外形的外形挺兇的 似牛魔王 你先鬆一鬆 我先偷一偷時間 看看有什麼工具 放進去 對呀 外形挺兇的 另外武器方面 它專用的連裝的長槍 胸口 就可以打開 就放回 人仔下去 這次這個大角的駕駛員 外星人就用了黑色和灰色 做主色 當然 金色就是它的頭 很小 1比60 有比例 不開玩笑 但是它這次有隻角 很漂亮 胸口的金屬紙 以及本身它一些 你猜不到的可動 變了其實 最差 如果有鐵就可以塞一塞 不用鐵就這樣站 嘩 嘩 果頭說 果頭說 果頭一點 其實我也想Ricky 給它多 嘩 鎖 鎖 看看它的造型 很仔細 和很漂亮 好 它又玩回本體了 嗯 這個 剛剛上個月 不是 對不起 大概是上個星期 就犯了火了 本身另外有一些組件 都是窮的產品 完成度很高 拿出來 好像小朋友的心態 把握都還可以 還有一句 你可以用你不同的創意 想像力 對 想怎樣玩都可以 然後會客你一跳 哎呀 好運 德哥現在又用狗牛義父之力 把那些東西盡量嵌上去 是啊 不過其實我現在是用一個 最低級的方法玩 因為其實 玩德哥窮 某程度上 就不需要特別就著說明書 去看這些路路 因為它的創意是無限的 這真是一個最大的優點 都很獨特的造型 好呀德哥 變得飛機 它穿孔的兩個圈 很有喜感 很有味道 本身因為很多孔位 都有獨特的用途 所以一會兒就知道 玩法是怎樣 好 速戰速決 趕快把機械形態 大家現在看到 德哥埋頭虎幹 就知道平時有Walker 玩這些大人夢 是啊 是多麼專業的 yes 對呀 玩兩個新方式 你看一下 對呀 可想而知 我們沒有Walker 是多麼難搞 但我還是很樂意玩的 因為真的很好玩 雖然大家看我 整個東西都在摸著 Host 你要用這個整個 好,強棲地去調整 它細節位 沒有什麼時候 但整個東西都在 整個東西是好玩的 而且就這樣裝裝嵌嵌其實就不難的 如果大家有少許時間花在這裡 就是跟它去做一試洗 玩一下關節等等 是真的不錯的 有師傅說這隻是蟲蟲系列最棒的 加上長隻腳好多 但我相信不是 因為最棒的是下隻 好厲害 我也有訂 永遠下隻的更加好 而且本身有另外一個坐飛機的形態 不過基於時間關係我不打算長攪 大家可以看到本身整隻東西有一個著色 造型 打角來說這隻也算是數一數而美麗的 好了今集玩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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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